跟著那個問題就是有個網友給你指責的 他說多謝兩年前你教他結束了內地的生意 參加了時空式班之後生活環境都改善了很多 為什麼不公開再開班呢 那些人知道的 你來報什麼就報了 現在改了鹹壽一樣 還有百五折學費 因應疫情關係 不是我一向的鹹壽班是百五折的 但是你那些人不太厲害 其實很簡單 你幾個整個宇宙的程式就是這樣玩的 第一你不敢打破了上帝賜給你的忠誠 對自己的忠誠 人失敗就自己騙了自己 以為自己可以 那就自己騙了自己 幾好他都可以 沒理由不行 那就自己騙自己 幾好他都做得行 沒理由做不得行 對自己的能力是騙了自己 日本人不會自欺騙自己的 真的 當然日本人都有他的制度 就算你學柔道 一層人打上那條黑帶都很難忘嘛 是不是 所以大家年輕人最重要是不要自欺騙自己 精益求精 肯起一規 因為有人找你笨賊 不是傷害你的金錢財產的話 你就有去找些 那些老闆最喜歡找伙計笨賊的嘛 但你學到東西嘛 有個舞台給你學東西 知不知 我就是年輕人肯學東西 那天我那間公司的秘書說 爬一聲那個冷氣機跳鍵燒了 原來裝冷氣機那時候 兩匹機他就裝了兩匹機用的鍵 就不懂得裝個三匹機的鍵來擺到兩匹機裡 那就一定過力大了嘛 他沒錯啊 兩匹冷氣機用哪種鍵鍵 他就照用 他不懂得說我兩匹冷氣機 我配個三匹的鍵鍵下去 那你就耐用了 就是鍵鍵下來的那些 那你又肺炎又成你找人 有些休息又星期六又假期 那什麼都要做啊 我自己搞過回來自己裝了 這樣簡單而已 所以年輕時你肯學東西就行了 什麼都學 這些就是當年我們去做劏房樓 去間隔裝修的時候 跟了水電師傅學的嘛 問人嘛 比如水市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要小心些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也穩陣啦 但是交手套去搞啊 對不對 就是你什麼都學到些東西了 一定有好處的 總之你肯問人你一定學到東西 你學了些東西呢 有之日你會用得到的 每一天都是學習舞台來的 你留心就有的了 你留心你都是學習舞台 有什麼豬腦啊 一千塊四兩啊 買多少啊 四兩啊 一落頭四兩啊 多精準啊 對吧 你都拿過你了 你大學生要怎樣 你買一次 給我看看 拿刀還沒識 你吃啊 所以年輕人什麼都要學到 不要說這麼保守 只吃一件東西 一件東西不夠用的 一輩子買了 是不是 就是我搞手機 我又真是 對這些東西 又真是萬無力 有些人扔了圖給我 你會騙給他們 喂 靚了這麼多 我扔你 跟你搞一搞 是不是 原來很多人 不肯識教徒 知道嗎 搞靚那些 我們什麼都要學的 做到學到老 好啊 年輕人特別要學 你的時間不要浪費 看我幾本書 你有著數